本期节目我们和您一起聚焦东北亚新闻 首轮中日企业家和前高官对话会当地时间13日 在东京召开并签署联合声明 就中日经济形势 经贸关系展望及金融贸易等议题展开讨论并建言献策 中国国务院前副总理 中国代表团代表曾贝言在开幕式中指出 中日经贸关系是中日关系的基石 未来中国转型发展和日本重振经济需要彼此支撑 双方应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基础上 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 推进两国牧林友好合作 日本前首相 日本代表团代表福田康夫表示 日中两国开展互利合作有意各自发展 也有助于推动日中双边关系改善 在新形势下 两国面临强化产业竞争力的共同课题 也处于探索新合作模式的关键时期 双方应着眼共同发展 加强双边经贸领域的务实合作 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双方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 为两国政府建言献策 提出了包括尽快达成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 加强金融领域合作 利用20国集团框架为企业创造商业机会 及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产能深度合作等四点建议 中日企业家和前高官对话会 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和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联合举办 是旨在搭建两国工商界交流思想和观点的平台 此次中日双方各派出企业家 政府前高管及知名学者数十人参会 中国对日慰安妇索赔诉讼案 最后一位慰安妇受害者张仙兔老人久病不遇 于11月12日在山西的家中去世 享年89岁 从1995年起 山西有16位幸存慰安妇代表在中日友好的帮助下 分三批起诉日本政府 要求谢罪赔偿 张仙兔老人参与了1998年的诉讼 并于2000年第一次赴日作证 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终审判决 承认加害的历史事实 但不予赔偿 理由有二 一是诉讼时效已经过期 二是日本法律规定个人不能起诉政府 长期研究慰安妇受害者口述历史的民间志愿者张双斌说 近年来年事已高身体欠佳的受害者们相继离世 此前山西三批赴日诉讼受害者中仅剩张仙兔一人 生前他曾多次托付子女将对日索赔诉讼继续进行下去 直到今年11月12日 这位老人最终也没有等到一句道歉 今年夏天 记者曾采访过张仙兔老人 当时老人端坐床头 因为哮喘 肺气肿 高血压多病缠身 张仙兔老人呼吸困难 常年离不开药物 不过后年来都不讲 在老人说呢 从此后 根据腦子牵上最后 不过自我里面的网子好好捏出来 这非常恨日本人 就是他把他抓去的时候 他说十五岁 把他把他十五岁 拿钱才会出回去 他把他十五岁 十五岁把他抓去 又把他下的都杀了 家里的链子牵了 落子牵了 家里的饭子也少了 最后呢 是家里 家里八百块八也差不多收回来 最少 日军抓走张仙兔的时候 比他还小的丈夫受到惊吓 从此留下了后遗症 一辈子双手发抖 不住地摇头 只能勉强做一些简单的家务 几年前 相依为命的丈夫过世 张仙兔老人就靠大儿子 和国内外爱心人士的捐助生活 去年三月 老人的大儿子也不幸离世 为了对张仙兔的去世表示哀悼 张双兵同张仙兔的家人上订 11月20日将在张仙兔家中举行葬礼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2日 在索契举行的航天发展会议上说 在制定2025年前航天发展计划时 必须特别注意加强俄罗斯 在火箭发射市场中的地位 普京说 尽管俄罗斯火箭发射数量在世界领先 但必须思考严谨计计划 在载人航天飞行和货船飞行方面 都要加强俄在世界火箭发射市场上的地位 而且要把商业性发射放在首位 普京表示 要加强发展面向完成实际任务的航天器 航天通信和遥控探测是两个重要方面 卫星资料要用于发展经济 社会 科技 运输 生产部门等 普京认为要根据国家的实际能力 来确定首先需要投资的项目 和具有长远发展前景的计划 现在让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还有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视野 接下来依然是我们的东北亚新闻 深秋时节天气渐凉 在辽宁椭中随处可见树叶凋零的果树上 红彤彤的苹果仍挂在枝头 果园里熟透的苹果跌落满地 凌落成泥 52岁的椭中县大王庙镇车领村村民 武树宝站在农用车上 弯腰搬起一袋120斤重的苹果 卸到村口的一个水果收购站 休息时 老吴看着堆成小山的苹果告诉记者 今年水果大丰收 不知道为啥 没有人愿意要 国光苹果一元钱 去年1.7至1.8元 富士苹果1.6元 去年2.5至3元 白梨1.4元 去年2.4至2.5元 吴淑宝的脑子里清晰地记得这组数字 这些数字里 有着庄稼人去年的辉煌和今年的落寞 吴淑宝说 他家里已经低价卖掉了3万斤梨 还有3万多斤苹果没有卖 价格太低 有点舍不得 这两村村之书王志斌告诉记者 村里200多户人家 主要收入来源是种植果树 由于当地没有水果深加工企业 往年水果主要卖到山东陕西 但今年这些地方苹果梨都大丰收 商贩很少有人上门收购 过去销售渠道 就是各个市场 销售量比较高 所以说基本上客户来 来十个八个客户 咱周边这一个村内的梨果 就不愁一点卖了 现在基本上没有那么多客户 所以说老北兄就愁卖 在椭中县明水乡四房间村 57岁的村民董玉兰 正在给放在院子里的几十筐 红富士苹果 与椭中白梨盖上棉布帘子 三间碗房里 只住了他一个人 显得很空荡 他告诉记者 今年水果卖不上价钱 老伴和孩子都出去打工去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都是我啊 你又不好卖 薪果好卖不 薪果也不好卖啊 薪果也不好卖啊 薪果还价格不好卖啊 这这样的果子多少钱一起呢 哪个啊 那他卖一块七一块吧 就是 去年你卖多少钱就这样的理 去年一块钱 去年一块 今天多少钱 今天五毛钱 五毛还卖不出去 还没卖出去 对五毛还没卖出去 村民路店风干脆砍掉了家中的十多棵梨树 种梨不如种梨子 梨树六十多块钱一棵卖给别人做家具 腾出地来种点别的 太可惜了吧 不可惜呀 那他不值钱呢 为什么不可惜 因为那个梨子 那个梨去了人工费 去了化肥的农药的 卖出那个钱来讲 烙不多钱 太贱 尤其啊 你今天三毛五一斤 那一棵树的话 一百斤卖三十五 一棵树下四百斤梨 你算一百多块钱 你要是去了人工费 苗肥打药 一年再打十字药 你再去了苗肥的 再去了有的梨多花钱固人摘 根本就不省钱 那个梨树 椭中县果残局副局长 叶春祥介绍 2015年 椭中县果树种植面积 75万亩 水果产量75万吨 其中苹果产量40万吨 梨产量32万吨 由于今年全国水果产量增加 去年部分存量水果积压等原因 造成当地水果滞销 叶春祥介绍 县里目前正加紧 与各地水果商联系 拓宽渠道销售 帮助农民卖水果 另外 椭中县正在计划建设水果种植精品园区 通过种植有机水果 提升水果品质 打造水果品牌 增加果农收入 增加了 大致是增加10% 第二个 看着整个社会的购买力 是有所下降 再有一个就是 经营渠道的一些问题 经营渠道 有一些小农户 可能他们的经营 不是他们的顺畅 作为第14届亚洲艺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在福建永春举办的世界永春白鹤拳大会 精彩不断 从15个国家和地区远道而来的338位拳师 相聚一堂 以拳会友 永春白鹤拳相传由清朝顺治年间方亲娘首创 至今已有300多年历史 其以鹤为行 以行为拳 动静有法 四刚而非刚 四柔而非柔 是中华武术文化瑰宝 在宿有中国永春白鹤拳第一村的福建永春县大禹村 房前屋后墙面上 随处可见白鹤拳的招式 拳谱 村里拳馆内 牧名而来的海内外拳友 络绎不绝 村里的拳师们每天打木桩 练套路 这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也是海内外游客眼中的风景 拳师们说 白鹤拳善用巧劲 胜蛮力 传递的是一种 头顶千金 胶舔万旦的精神 300多年来 白鹤拳已经远拨世界五大洲 80多个国家和地区 成为永春与海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 这几天 世界永春白鹤拳大会在县力举行 村民们就看到了很多会打拳的外国人 来自英国的克里斯就是其中一位 他告诉记者 十几年前 他在英国的白鹤拳馆开始练习 起初只是想运动一下 每周去学一次 但慢慢发现自己的身体和思想意识 都在跟随着武术练习而成长着 之后就迷上了白鹤拳 最后干脆来到中国定居福建 最早开始我是刚刚从大学毕业 然后我对中国武术 其实中国的文化各方面也没什么了解 我就是通到这个武术来进入中国的文化 现在像语言我都很喜欢学 然后中国的一些比如说艺术啊 历史跟跟这些本地的文化都都很爱学 这个就是一个路径 我觉得其实很奇妙 我们在各个地方就很 比如说我们有的人是从一个 俄罗斯的一个城市或小村的 然后英国人在新加坡 或者在非洲住的就经常住 然后我们都是就合起来就击中起来 然后都是练一样的套路 所以就是这种很奇妙 我们世界其实很小 不同的就是你能看出别人的自己的性格 他们自己的个性就从这个全出来 对对所以他他就是一个中国的传统文化 就跟他们自己的性格 跟他们师傅恋的都是合起来 所以都都都很有意思 克里斯说恋拳也让他认识了很多朋友 在福建各地参加活动 他经常碰到永春泉州厦门的朋友 还有来自香港台湾马来西亚的拳友 这两年俄罗斯的朋友也多了起来 近日在中国公安部的统一部署下 254名大陆涉嫌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 从涉案国家印度尼西亚和柬埔寨 被中国警方压卸回国 其中隐匿在印尼的豪华别墅窝点 引起人们关注 犯罪团伙为何选择印尼 豪华别墅如何变身惊人的电信诈骗大本营 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不同寻常的神秘窝点 近年来随着中国警方对电信诈骗打击力度加大 伴随团伙纷纷把窝点转移至境外 其中印尼 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 由于运营成本相对较低 成为诈骗团伙电话组较为清迈的落脚点 据统计 从境外打入中国的诈骗电话中 印尼占岛近五分之一 位于印尼第二大城市似水的这栋别墅 就是作案窝点之一 这栋四层别墅年租金近15万元人民币 诈骗团伙之所以不惜血本租赁这样的豪宅 看重的是别墅私密性高 一般人无法轻易接近 而警方也并不关注 在这里 嫌疑人内用改号软件 假冒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电商客服 银行客服等实施诈骗 这个电话码应该算是大号 他们那个虚拟号码大号 大号的意思就是说 你昨天在录音密里面也听到了 就是犯罪嫌疑人他通过回忽 冒充电信公司 比如说冒充你的手机非法欠费 或者是有异常 然后转交给公检法 然后他们会给这个 被害人一个所谓的大号 也就是冒充公检法的号码 然后回拨过去 就是他们手机电话号码 据中国公安部行政局介绍 在印尼的抓捕行动中 公安部赴印尼工作组联合台湾 香港与印尼警方开展抓捕行动 共招获犯罪嫌疑人224名 其中大陆86名 台湾138名 犯罪团伙主谋 均是台湾犯罪嫌疑人 在东南亚国家搭建诈骗电话窝点 犯罪团伙以较高的报酬 附近外打工为名 招募或欺骗底层犯罪嫌疑人 到印尼实施电信网络欺诈行为 面向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居民 拨打诈骗电话 中国公安部印尼工作组表示 这次之所以能够在印尼 顺利开展打击行动 两国警方良好的合作关系 是重要的前提 要遏制电信诈骗高发 推动国际警务合作 是必由之路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环球视野的全部内容 更多的新闻资讯 请登陆 吹抛w.chinoge.com 我是剑影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